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双层半独立式洋房的concept house design 登登 那有些朋友说这边连门都没有 这样这边的自然OK的嘛 放心 这边是设有24小时保安围离社区 而且定时呢还会有保安巡逻 那这款的土地面积一共有40层 80哦 所以非常的大哦 单单看它的车房就可以放了三辆车 那屋室呢一共有30宽 旁边呢会有10扯的花园空地啦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咯 那这边的空间呢还蛮宽敞的 所以如果家里有朋友拜神的话呢 这边可以设计成你们的神台 那这一款的建筑面积呢一共有3915平方尺哦 很大哦 所以你整个进来的空间感都非常的宽敞 那一共有4加1的房间有5间厕所啦 而且你有注意到这边采用的所有的地砖呢 都是900层900非常大气哦 另外还有每个单位都有附送你 Alarm System 所以你这边可以住得很放心啦 那另外有一边我很喜欢的设计呢 就这边超高的Cilling设计哦 所以这边你的饭桌在这边用餐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你这边如果只要一打开你的窗帘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哦 很棒的对 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看我们的厨房的部分 这个地方空间就是属于我们干厨房的地方啦 哇整个干厨房很大 可以做成Illant Kitchen Bar的concept 就是我超爱的 而且还有可以放一个大大的冰箱烤炉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那这边呢后面有一间客房 那这间客房也是我们的长辈房啦 那空间杆基本上还蛮大的 所以爸爸妈妈就睡这边啦 那要用上厕所的话这边就有厕所 而且厕所的墙壮这边也是直接上到点啦 那另外呢 如果你家里有亲嘎嘎这边还有嘎嘎的房间 嘎嘎的房间呢 OK啦放一张当然穿还有他的衣柜 后面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四厨房的部分 这边是厨房部分呢 你只要做一个Siding 那煮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门关起来啦 这边就是你煮饭只拆的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厕所啦 那后面呢 这边就可以直接通往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户外公园哦 好那看完了整个楼下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楼上的部分吧 Let's go 那你会看到这边楼梯呢 都是采用木质地板的设计哦 那我们现在来到楼上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很有木质的feel哦 整个楼上的地板呢 都是采用木系列的 看起来感觉很棒 对不对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客厅 你可以在这边享用你的休闲时间 那楼上呢 一共有三间房啦 这是其中的一间客房 来 进来看一下这个客房 那是我小时候梦想的一个客房哦 哦 小朋友就可以在楼上睡觉 然后楼下呢 就可以在这里练习做功课 然后每一间房间呢 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厕所啦 哈 OK 那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间客房 那这间客房呢 空间杆也是还蛮宽敞的 那这边放你的床 还有你的衣柜 那同样的有自己独立的厕所啦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重点的主人房 但是在看主人房之前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边楼下 刚才我们看上来的地方 好 现在看一下重点的主人房啦 登登 很大哦 每次来到主人房都会讲很大哦 因为真的是很大哦 好 这款的主人房呢 你看整个 如果你放一个super king size bed 电视机 你还可以摆放sofa的空间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跟你设计成一个 walk in wardrobe的感觉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通往到你的厕所的部分啦 那主人房的厕所特别要提一提哈 这边主人房的厕所的热水哈 是采用boiler system的 所以你只要转左转右就有热水啦 而且你看到他的窗口设计 都有点比较采用自然采光哦 好 那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有自己的阳台设计 来打开给你们看 这个房子在五副城 如果你熟悉五副城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地点是属于高档地区哦 就连风水师傅都说风水非常好哦 所以很多新商的有钱人哦 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们都选择住在这一边哦 看完房子的部分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房子周围的环境吧 从这里开这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Sutra Mall五副城商场 以及周边的五副城商圈哦 说到五副城商圈呢 这边的美食是多到 十只手指都煮不完啦 有中餐啦 西餐啦 日本餐啦 韩国餐啦 奶茶店一大堆啦 还有最近很爆红的酸奶饮料等等啦 说到附近的学校呢 这边有一间国光二小 以及喜瑶四立学校 那另外开车十到十五分钟呢 就可以去到新商最大的shopping mall之一 Paradigm Mall 以及Air Mall Booking Industries等等啦 那如果要去新商市中心 或者是secondlink的话 也只需要大概是20分钟的车程而已嘞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啦 所以有兴趣想要看房子的朋友们 可以跟我们打电话安排看房哦 那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话 赶快现在去按赞一下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